埔里正河川保育協会 日前举办第九届第一次会员大会 这次的会议 除了是要推选新任李坚师之外 同时也是为了要慰绕成员平时的付出 先议员吴国昌感谢埔里河川保育協会 多年来自发性的 为埔里正的河川清洁来努力 他也会全力支持会晤的推动 共同来为河川生态把关 第九届国昌为第一次 就一直来担任他们的顾问到这种 从我们了解 我们保育協会里面 我们所有人的会员 他们的总控 所以说对着我们的公部门 我都政策部队 让他们配备 让他们处理参访 国昌都会来跟他们 导博協会 国昌特别来跟县城 来跟他们祝福以外 也会继续跟他们合作 来推动我们的宽布 推动我们的卫星 推动我们空气顶顶 这个主要的工作 所以未来 我一定会继续支持这个团队 先议员林芳宇 感谢埔里河川保育協会 无私的奉献与付出 为埔里正河川清洁 默默贡献一份力量 也是值得我们来学习 这些所有的会职人员 大家都是无私的奉献跟付出 其实这也是环保的一环 对于我们环境清洁 以及河川整治 护雨 护膝这方面 要感谢他们的付出 他们都是利用先假日的时候 还是需要的时候 出来做近期的活动 有例行性的 有临时性的 其实大家有这份心 做公益 我相信这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因为他们是实质上付出的 也值得我们全力来支持他们 副议长潘一泉 肯定埔里河川保育协会的用心 也呼吁乡亲们 要爱护河川生态环境 留给我们下一代 有干净的生活空间 记者陈伟一 普理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